那我们就进一步来看到的事情 放进到底离台湾是有多近呢 这是一张他们公布的照片 可以看到台湾的军舰就在眼前 然后这边还有和平的发电厂 所以当时这个照片一曝光之后呢 有不少的网友就说 真的有可能有这么近吗 如果在这么近的情况之下 难道两艘军舰不会打死来吗 我们就来看到民众的说法 有愚民说啦 他们实际在这边的观察呢 是没有看到有军舰在这边移动的 那么有宜兰的业者 因为这边是一个赏金的航道 他们说呢打开这个档案一看就笑了 因为根据他们目前的来回观测 也就是没看到 那么退役的军官怎么讲呢 看到这张照片 认为如果真的是两艘军舰都这么近 还可以这么的相安无事吗 好 那么虽然啦 有部分的网友认为 这应该可能是一张批图所制成的 想要给这个台湾民众有一点压力 但是不管怎么样 不可以否认的是 的确目前解放军 他们就在台湾的外海 那么进一步来看 那么在解放军的部分呢 目前对于台湾来讲呢 他们实施的是军演 而目前在北京的部分也对美国施予压力 对于美国总共是有八项的制裁 那么现在美方呢 似乎也是有所动作 因为非常罕见的 在这个雷根号的部分呢 虽然目前按照他的定位 他目前还是在日本 但是国防部 美国的国防部长说 在未来的几天当中 雷根号有可能 有机会要来穿越台湾海峡 这是不是意味着 在两岸的部分 是不是越来越动荡不安了 那么对于这个反制措施呢 要从台湾转向美国 在陆方的观察部分 他们认为这一次 大陆之所以 台湾开始下手 然后再转悠美方 他们认为节奏是抓得非常好的 然后也是经过 非常缜密的讨论之后 才会给予美国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了 到底这张照片 对于可能很多台湾民众来讲 共今真的有抵我们这么的近吗 您怎么看呢 也欢迎您在聊天室 写下您的意见 两三海里而已 两三海里也是 一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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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全这么明显啊 要留它十三 对吧 你如果没有真近 哪有可能看得到这个 对吧 所以一定要有很近的 很近的距离在外头 很近历史 这就是两三海里了 我说你那里还是没看到 所以这几天也没有听说 也没有海行有跟你们讲过 就是要死 有啦 我说我们要稍微的 我看到阿公也会给他们报告 不可能的事情 那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这出出一桌 如果有早就看到了 这几天也没错 不不不不 那是假的啦 看起来就是假的 看起来就是假的 正常正常 有时候不能出去还是怎样 有我们自己的军舰 我们自己知道啦 那个喔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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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朋友的 我们 我们也认识啦 但是我们都没有看过他们 彭博社报导 台湾海峡是全球主要航道之一 这也是亚洲商品送往欧美市场的主要通路 只要稍微中断就会影响到全球 报导中更指出 台湾海峡的风险将会日益增加 对于全球供应链的影响 这是继新冠疫情 俄乌战争之后又一次的重击 并且可能会波及到全球的物价 中共解放军军演无人机 多次出现在台湾的空域 今天早上国军无人机 也在屏东恒春机场起飞 根据台湾西南空域粉砖记录 中共无人机是在早上的8点40分 进入了西南空域之后 空军立刻广播驱离 俄国海军的无人机 则是在早上的8点多 也从恒春机场起飞 大约11点多就返航 接着换机再次起飞 而这战期间 恒春外海的空域 也再次出现了中共无人机 双方同时在空域交锋 过程都被军事迷记录了下来 而现在也传出 当时的空中疑似是有台、美、中、日 四国无人机同时在空中进行监控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之后 中国外交部也随即对他展开 报复宣布要对佩洛西 以及他的直信亲属做出制裁 对此佩洛西的孙子保罗佛西 被问到时他趣味的回答说 我应该要被吓到吗? 是要删除我的TTAC帐号吗? 但是我根本没在用 然而北京政府到底要做出什么制裁 目前也还没有发生 这让网友分分酸 看来中国也没有很在意嘛 XO象不简单 他必须要入住澎湖喜来登总统套房 你才可以吃到尝上这么一口的顶级XO象 好 扫描这个QR扣 货照上快点购 你就可以享有折扣 把顶级的XO象给带回家 给大家听 欢迎订阅 180415 tho